张龙子这怎么进去你告诉我 那明天怎么能去看看 不看他 去他门那里看行吗 三十天之内 这只熊猫是和与世隔绝的 他确定回来了吗 确定回来了 从今天开始进入检疫期 真的 检疫隔离期 不用骗你们的 刚才不是我们说 已经有网友拍到了 他们想拖了一车的熊猫来 这些都是熊猫 熊猫凶得很 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关心 关心我们的和与世鸣呢 不要关心他的 凶得很 他们不相信呀 那你发誓 我发誓 那用什么发誓 就如果他没进去的话 明天我就不当警察了 不是你登不登警察 不成立呢 看不到 一个月里面 要看一样 那我进去 那我不看到 我就在他的那个围南 那里走去走来行吗 现在闭源了 你怎么进动物园 明天我说 明天我跟你说 反正他目前处于 绝对与世隔绝状态 我知道 你不用戴口罩病疫情 你不要戴口罩 他有病了 他把美国的病毒带过来的 他检疫了 他在外国生活这么多年 他有些病毒是中国不能有的 所以要检疫 动物他换一个环境 他需要一个静养 所有的动物 按照国际惯例 路径检疫30天 这是死规定的 那他怎么那么快就来了呢 不堵车吗 上海不是那个 报告人 到这就孽子 有个controlled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